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跟随潮流的女人 在老公格雷还需要修理汽车的时候 她已经开上了全自动驾驶的汽车了 这天艾莎带着格雷来到一个知名的科学家 艾伦家里拜访她 刚见到艾伦真人之后 艾莎就十分激动 那程度简直不亚于现在的粉丝们见到自己的偶像 艾莎首先教艾伦介绍了自己所在的科技小公司 目前所经营和生产的一些科技产品 艾伦也就跟他们展示了自己研发出来的一个人工智能产品 这个智脑看起来十分迷你 甚至从某些角度看起来就像一只蟑螂 拜访完艾伦之后 两人就坐着无人驾驶汽车离开了 在车上时格雷还向妻子嘀咕 说她不理解那些高科技产品的意义在哪里 突然意外就发生了 无人驾驶的汽车像吃空了一样 突然自动掀翻在地 紧接着几个神秘人就出现了 就在格雷一脸蒙圈的时候 他们不由分说的就一枪打死了艾莎 还把格雷打成了重伤 醒来之后的格雷躺在病房里 已经变成了一个瘫痪的病人 这是艾伦来探望她 说自己可以用她发明的那个叫做治脑的东西 帮她调查清楚一切 尽管在格雷成就的思想里 并不愿意接触这些东西 但一想到妻子的冤死 她还是答应了 她接受了艾伦给自己安排的手术 医生们将治脑装进了格雷的身体里面 很快格雷就恢复成了一个健康的人 瘫痪不在 还能在跑步机上飞快的奔跑 有了健全的身体之后 格雷就开始着手调查这场事故和妻子的死 她先是听到了一个声音 原来那是她身体的治脑发出的 治脑为她提供了当时的监控录像 让她再次看到了案发现场 并画出了其中一个人身上的纹身图案 连着这条线索 格雷查出了一号凶手的住址 她并没有选择报警 让警察携手调查 格雷来到一号凶手的家里 很快一号就出现了 两人扭打在一起 开始格雷并不占上风 但后来在治脑的控制下 格雷仿佛被审理附体 一号凶手马上就命丧红拳了 艾伦发现了格雷在接受了治脑所做的这一切 他警告格雷说 治脑只是在检测阶段 至于过度使用后会出现什么 结果谁也不知道 格雷很气愤 这只能怪当初艾伦没有嘱咐他 接下来格雷需要调查凶手二号的情况 他在一号的记忆里里 发现一家多次出现的酒吧 格雷再次向车祸发生后 一样坐上了轮椅 来到了那家酒吧 救出了二号凶手 之前格雷曾经和自己体内的治脑交流过 说自己并不想再继续杀人 但无奈他再次被治脑控制 杀死了二号凶手 艾伦通过计算机想要远程控制住治脑 治脑告诉格雷不被艾伦控制的办法 就是去找一个黑客高手 破坏程序 格雷飞快地跑去找到了黑客 此时三号和四号凶手杀死了酒吧老板 找到了黑客和格雷的踪迹 黑客在破坏了远程控制系统后 通过监控录像 看到了赶来的三号和四号 就赶紧跑路了 治脑摆脱了远程控制 重新控制了格雷 让他再次杀死了三号凶手 回到家后的格雷意外见到了母亲 黑向母亲坦白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但他依然无法摆脱治脑 母亲无法阻拦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离开 一名黑人女警找到格雷询问 但格雷什么都没有说 临走时 女警察在他口袋里放了窃听器 晚上躺在床上 治脑告诉格雷 他现在已经完全地控制格雷的意识了 顺着杀死三号凶手留下的线索 不顾母亲的阻碍 格雷找到了四号凶手 一番决斗后 四号凶手被杀死 格雷最终也发现 真正的幕后凶手 其实就是艾伦 黑人女警察在格雷决定杀死艾伦的时候 也恰好赶到 还保持着一丝清醒的格雷 并不想滥杀无辜 最后他选择被黑人女警察先电晕 艾伦拿着枪说了一切实情 原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被治脑控制的傀儡 治脑起初被他研发出来的时候 他就害怕被更新 之后的新产品替代 于是决定控制人类 醒来后的格雷杀死了艾伦后 也开枪自杀了 电影的最后 格雷突然醒来 发现自己还在病房里 一切也都是老样子 他甚至还见到妻子 但这一切也只不过是 治脑带给他的另一次幻想罢了 治脑将他彻底的困在了这个精神世界里 在现实世界中依然霸占着他的身体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看似取材普通 但细思恐怖的电影 如果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过于成熟 我们被这个人工智能所控制 那么这个世界也将面临毁灭 好了 今天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